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又回来我们80后 运游世界 Niomi 我们的美女主持 你还在玩什么 新东西 玩到微博熟悉的时候 当然玩新东西 例如呢 街旁 街旁网 街旁网我们邀请了两位 两位的朋友来 街旁网 可以自个介绍一下 我叫Vincent 我是香港区的负责人 街旁网负责人 我叫Leo 街旁网在香港区做市场 好的 两位就是今天我们的嘉宾 Vincent找到你 但我还在研究 刚才开始 街旁网是什么 因为我一开始听到 我就完全拗头 哪个街旁网 对 大家第一个概念就是这样 但这件事是什么 可不可以讲解一下 简单说一说 好像Facebook打卡的一个功能 但我们是独立的应用程式 就是令到打卡的行为更好玩 例如说可以拿到一些优惠 当我们订阅一些店铺 一些商铺食事的时候 可能会送甜品 或者去Like买鞋会有八折 这样 这个就是除了看到你朋友 在哪里打卡之外 也会帮助你这个打卡 是否给你一些优惠 即是一个打卡系统的强化版 没错 可以这么说 但还有什么特别 可以玩到 例如 现在我去到一个地方 即是我们现在在RTV 附近没有朋友 究竟是我不会用 还是我真的没有朋友 即是怎样 因为一个新的用户 你其实要加一些新的朋友 或者在我们的网页上 可以找你一些 Facebook或者微博的朋友 谁已经在玩 其实你都很容易可以看得到 Facebook和微博都有吗 可以找一些朋友 因为我们可以绑定它 那你就可以 在整个朋友的 list 到底谁已经在玩 好的 但现在我们要绑定 即是微博那边 你们是有合作到的 没错 因为我们其实街旁 是国内现在最大的 一个所谓地位置的应用程式 就是说 在不同 因为其实 在国内玩不到Facebook 和没什么打卡其他的应用程式 而我们是暂时国内最大的 即是因为国内玩不到Facebook 所以做了一个 对 Facebook的一个 没错 其实就是源于 美国一个应用程式 叫做Foursquare 因为其实Facebook 都是抄Foursquare 而Foursquare 因为在国内玩不到 好像Twitter 国内也玩不到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空间 去做一个相同的应用程式 去给一些国内的用户玩 这件事 好的 当初 你们也澄清过 同学 因为约你们上来的时候 就说不是一个发明 我们不是一个发明 那当初 为什么你引入了这件事呢 因为首先 创办人是我的大学同学 所以他在国内已经去到市场主持人的地位 所以他想发展 大多中国的 但当初你同学的意思是 你在哪里 我在美国大学同学 美国大学的同学 对 他在北京搞街旁这个网 对 就是去年5月开始 即是整部电影 社交网络的中文版 你可以 社交网络中文版 好的 对 他就去年5月开始 他半年时间之外 已经跟很多不同的品牌合作 所有HTC的电话 都已经安装了街旁 所以他的速度很快 他那时知道我在香港 在搞智商专业的东西 他就叫我帮他发展香港 即是当年你们也是读智商专业的吗 不是 他读社交网络 我读市场的 哦 只不过是不关事的人 对 最关事的事情 对 好的 在那时读书 已经在想什么 你又和他一起想 其实我们是试很多不同的想法 然后选到这一样 就不是说 我们从很小时 已经有这个想法 其实也是看到国内有这样的空间 去做这件事 他就做了 但他是特意回国内去做这件事 没错 即是一读完书毕业 你就回香港做 是的 他就回到台湾之后再去北京 他就回到台湾 他是台湾人 他是台湾人 他是美国出色的台湾人 好的 那就开始创立这件事 没错 但是那时你合作 就没有帮他设置到这件事 你是一个香港区引入这件事 没错 但是他创立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一些很古灵精怪的东西 你又知道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古灵精怪 没什么古灵精怪 因为其实我们早期都是 跟新浪微博很相似 因为新浪微博也是参考 这个推特的模特 其实我们也是跟着Four Square 是一个模特去发展 在国内 主要是跟很多不同的品牌合作 因为其实如果只打卡 玩了一段时间就会悶 所以我们就会跟很多 好像最早期第一个 在中国就是跟Nike做的 那时候他就出了一些 新的球鞋 Nike就想多些人知道 这对新的球鞋出现 他就像香港那样出新的球鞋 就要那些年轻人排队买鞋 他就会要求那些朋友去打卡 打卡完之后 他就会拿到一个Nike的徽章 在我们的App上 就可以换了一些T-shirt 这件事就会增加了不同的 即会互动一点 对 像一个游戏这样玩 那当初你们有没有在LineUp LineUp的时候有什么困难 最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所以就会比较难一点 但当我们一开始 例如LineUp做了 其他品牌做了 好像香港那样 我们第一个专门就是海洋公园 和三 那我们第一个专门会 永远是最难的 因为你没有什么给他们看 只可以告诉他们 这个是一个很新的科技 即是你除了打了一个漂亮的提案 然后就是在国内很方便 是的 可以拿国内的位置 因为其实Facebook 他不能进入国内 他就是有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就会告诉他 开心网 即是什么 开心网 即是大陆的Facebook 你可以讲解一下 我又不要 每一样东西 在大陆都有另一样东西 代替他 对 法会有八家会 对不对 可以的 即是Facebook 会变成开心网 Twitter变成微博 对 对 对 即是将它变成 MSN变成QQ 对 我想早期会很相似 但越来越多中国内地用户玩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他们的习惯去改变一些东西 本地化 对 因为很多中国人喜欢拍照 还有加一些激烈 在Instagram 其实我们签到的时候 都会被一些人拍照 譬如去到餐厅 有时候我们有些游戏比赛 就会要去拍食物 那那个餐厅就会选 谁拍得最漂亮 又有打卡 其实就会 给予一些优惠的粉丝 即是一路 好像平时 很合我 即是我餐餐都拍了 即是我餐餐都拍了 我赢了 为什么我这样 微博你不能参加比赛 你先打卡 即是你绑到微博 他会把你跟 你在那间餐厅的信息和照片 一起同步去微博 好像你发了一条新的微博 但我有个问题 我想跟朋友 刚刚跟了你 我不可以像微博 每人都看到 我要等你认识我 没错 先问一下 而且摆不到照片 我刚刚很困难 我们跟微博有点不同 就是因为有点私隱的问题 不是每一个人 都想 一个陌生人知道 他去了哪 所以我们一定要 像Facebook那样 要那边接受了 你的朋友 才可以给你加 就不会像微博 那样一关注 就关注了 OK 即是好像我现在 但我参不了粉丝 但我们其实 街旁上面 有一个叫街旁名人 这样的功能 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他主动想 谢谢你们 有些人他主动想给 他的粉丝知道 他去哪里打卡 其实他可以开通这个功能 你很简单就跟着他 比如说我们孙耀威 都在用街旁 是的 我看到Erik常常说自己 在哪里 但微博的打卡 就是 老孙可以直接 在一个很 可以矮的功能 我看到他就是 我在APM 在商场名 或者我在商台 但是因为我们 我玩微博的打卡 只有一条链 没错 没错 我就在想一下 孙耀威怎么弄 他就是跟我们 参加了明星的户口 就可以令到那些粉丝 单方面关注他 就不用接受他 做一个新的朋友 总不知 你现在找到孙耀威 你就立刻可以加上去做朋友 就可以追求他 我没有找到孙耀威 即是等于是拿了V 没错 就是V的认证 现在拿了 我们先拿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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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一下 可以 但是你申请这个 好像又是认证 那样 需要有什么特别手组 都不算 初步我们都是同样认识 只人物備 是吧 紫耀威和紫耀威 可以 OK 只个鼻 拿紫耀威 可以 接着就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 因为微博的时候 譬如我们玩认证 又要他搞了很久 又要我自己又搞了很久 申请 现在如果是直接 都是触摸你两位 还是你们有其他整个 有门路 我们专业有一阵人 负责这一件事 他们就专业 一阵 最初是找一些艺人 模特兒 或者一些明星歌手 就会去做 第二阵我们就会 譬如一些blogger 或者一些 搞错我不找了 我不开心 因为那时候 我们在香港区 还没做到这个 但香港区 现在开始了多久 去年11月到现在 大概八九个月 都还没找到我 好 名人的部分 还没很认真 但是接下来也会在 我们现在都在密释 blogger 或者电台主持 好的 所以这些都不是可以 我都是blo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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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只是blogger 我只一集 可以 我們現在安裝了就要加一些朋友 因為我看見有些像皇冠那樣的東西 你猜有沒有計劃 真的醒目 好像有個皇冠那樣 可不可以說一下這個功能 是怎樣按 怎樣放照片 我想知道這個 放照片要在我們的網頁 就是Apps做不到 對 暫時做不到 Apps是做不到的 加上個位置的照片還可以嗎 對 新版的iPhone M1 什麼時候會有 應該一個月內 但其實是否應該做一個高級版 現在不是高級版 因為我們現在街旁的主要九成九個用戶 都是在手機上使用的 所以暫時我們就想服務了手機用戶 改善得好 非常好用 首先再考慮iPad 、Tablet 即是你一步步想好了 究竟是怎樣做的 但是否都是 國內那班同事去做這個Apps 還是怎樣 你們負責營運香港 你有沒有參加到什麼意見去做的 其實現在主要 即是寫一個Apps 就是我們北京的組合 主要寫的 但你說國內的人怎樣用Apps的習慣 可能跟我們香港或台灣不相似 其實我剛剛最近 其實我們台灣隊那裏 都請了一個產品領 他會專門看台灣和香港的用戶 他們怎樣用這個Apps才覺得舒服 好玩呢 還有這些字眼 始終港台和內地會有些不同 因為他們那些神馬 我們又不知是甚麼 同態又不知是甚麼 雖然現在開始知道了 台灣很多字很吵 很酷 即是很多 我等香港人 還未熟習 我也是玩微博才看到那些字 台灣我很熟習 但大陸那些就是 真的玩微博開始學 即是 開始語言一體化 我們整個大中華區 國內洗腦 所以我到台灣可以打卡 都可以 我幾天去 我很想打卡 街旁是不是世界各地都能打卡 都可以 我們最遠試過南極都試過 因為有一次有一個旅行公司 就在廣州 他就想搞一個市場的活動 就是把我們帶到南極和他打卡 之後我們給他一個南極的徽章 有一個冒險家 全球只有一個南極徽章 那時候我們很多國內的P.R.都會說這件事 我想一下有甚麼特別的地方打卡 是只有你有的 那怎麼辦 我可以想一下這些地方 我不知道 你喜歡儲蓄的 你自己的家就可以了 只有我回家 我家還有爸爸 你爸爸媽媽沒有街坡 我學好潮的 有黑音的 可能是有 鼓勵他們用 其實你們的目標是多少歲 基本上全方位想有所有的人 iPhone 其實沒有特別目標是哪一類人 不過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用戶 大概一百三十幾萬左右 整個大眾 中港台包括 但是我看到最主要的一些用戶 都是在說二十歲到三十幾歲 都是看到比較合適 就是會喜歡用多些手機的那些人 OK 即是沒有特別說哪一個階層 但其實有沒有哪一個範疇 你們是做得最多 就好像剛才大家說 我第一原想到這件事 一定是吃東西的 一定是吃東西 會不會是哪一個 其他層面上可以鼓勵到別人 其實是餐廳和咖啡店的客戶是最多的 但是你說哪一個行業 通常會是一些專業一點 因為其實在國內 要提供一個電腦 都會比較高級一點的用戶才會有 OK 即是他們都是吃東西多 對 吃東西 但是我的Facebook 我自己的朋友曾經 他們打星卡 很多都是Clubbing 在哪間Club 都會有的 我們都有跟那些合作 有些什麼方法 在哪間有著數 香港現在沒有 之前試過 之前跟那些酒的牌子合作 就是打卡一些 可以不用錢喝酒 就可以有便宜 其實我想最大的 我玩這件事 我會擔心自己的行蹤 是不是洩漏得很厲害 所以就是我們有一個選擇 你不想告訴別人的時候 就不要打了 那我就不知道我去那個地方 其實你打卡的時候 你可以簡單用一個按鈕 叫做私密的簽譜 就是你自己才知道 純粹拿一個優惠 但是別人看不到你 可以這樣做 可以的 不過我們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例如說 就算是Facebook開始的時候 經常有人擔心 說我不想上載自己的相片 覺得私隱受到侵犯 但我們看到現在的人 是否都放在相片 甚至小時候的相片都放上去 其實剛剛我們街旁做的時候 都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有些用戶說 我不想告訴別人 我到底在哪裡 但我們現在發覺 越來越多人 就在那裡 他是瘋狂打卡 可能一個地鐵站 下一個地鐵站 他都會打卡 很多人打卡 但我自己不打的原因 你知道嗎 是嗎 因為我連續三個星期 都有粉絲的難鬼方 撞到我 然後我明明沒有打卡 因為我後面的 坐地鐵也有 我跟著你 很害怕 剛剛一出來 你還說開個明星 就不怪我 還說開個明星 是很難搞的 我現在在做節目的直播 我在RTV是應該的 我約會當然不會 我最喜歡打卡 就是什麼 你來一下機場 我出境我還是沒有打卡 你可以選擇性打卡 選擇性打卡 但藝人用就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藝人用 其實我們看見 孫耀威怎樣用 就是去哪裏展覽法 或者他有時候打卡 就會說我將會去新城市廣場的活動 他就鼓勵那些朋友 去新城市廣場去找 其實是出席一些公開活動 追星的聲鐘的時候 對 我覺得他很好 我就是 這個 是不是你的朋友來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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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他也不會想 例如去茶餐廳打卡 那些人會湧入茶餐廳 通常我們看到明星 都會用一些公開場合 或者真的上班的時候去做 但其實微博做不到這個功能 做不到 我就是看到孫耀威 直接可以寫地點在哪裏 真的很清晰 他跟微博那條連結 微博自己寫了 微博有這個分數 微博可以打的 但是有一條很奇怪的連結 是 但是連結旁的微博 那個微博 那條微博會怎樣 就有地圖 地圖有個字 有地圖有個字 就這樣下去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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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Google Map那樣 在新界 不行 有地圖 就等於Facebook打卡 有什麼辦法 你知不知道 我會知道這件事 是 有一個事件 是Facebook打卡發生的 有一個女生模特兒 就要去她男朋友那裏搬東西 我便幫忙搬樓 我手行打卡 然後我就自己改了 地點名 即是自己打了外地的天堂 好 然後 即是我不知道 原來那個MAT會表現 我只以為他會剩下我的天堂 然後 有人打電話給那個女生 即我聽完她 她說 咦 你在旺角嗎 好 然後我問 為什麼你打卡下去 但我想要天堂 然後她說 旺角的天堂 不是 我有個MAT 然後 我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 我第二次 我第二次都不知道 在家附近打了一個 東西是 心切治療 在家裡拿著麵包的時候 然後我的朋友說 喂 我也在你家樓下 就打電話給我 我說 你不知道在家樓下 什麼心切治療 什麼牌子在你家樓下 她留意你得看得很細節 對 即是按來看 所以我才知道 原來沒得拒絕別人 不可以你自己改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見到 比如說 把地理位置 放進去你的社交媒體 這個功能 其實微博也有 Facebook有 其實我們見到Instagram 很多程式都會有 但是街旁有什麼 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我們很專注去做打卡 這一部分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很特別的功能 會幫到你 例如我們 如果你去到我們的網站版 看你自己打卡的那些 那些資訊 會告訴你 你去年的今天 你在哪裏 你說過什麼 你拍了什麼照片 或者你那時候 你和什麼朋友一起 甚至其實 如果你很勤打卡的話 其實你好像在記錄自己 過去你去過哪個地方 它會在地圖上 你會很容易見得到 又很容易分享到 然後我們現在 有一些新的 我們叫API的功能 他會很簡單 做了街旁檔案的一張 好像JPEG 他會給你看 你最喜歡去哪裏 你最喜歡和什麼朋友一起 然後你的朋友 又最喜歡去哪裏 他會給你很多 更多的資訊 是關於地點的 你 你又出到男朋友這個關 你出到男朋友 真的大壞 他逼不到你 是嗎 那你現在打卡 快點街旁 街旁 街旁 糟了 害了男子 我剛剛提到 前天見到蘋果新聞 就說有一個韓國的APP 可以專查男朋友 在哪裏 查完他的手機有沒有電 是 但你要拿到男朋友的電話 要批准 是 那你現在叫他打卡 你也批准 威逼你有他批准 你現在跟拿支槍之主 沒有分別 跟分享地點是一樣的 是嗎 你有沒有分享地點是嗎 沒有 有人打電話問我是在哪裏 在我家裏正在睡覺 他跟我說沒有可能 你今天一定在家裏 然後我真的在睡覺 分享地點是 我真的分享給他 但我真的在家裏 我的私人裏表現得比較好 要這樣證明給他 真是智能手機一樣 但你有一個 如果你撞擊了 就可以有一個APP 可以逼人 科技的東西 始終有一個 撞擊的技術 有沒有 我會告訴你 但其實有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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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鐘噢 之後就告訴我們 下一集再講 下一集究竟 究竟有什麼股價招數可以做到呢 如何快速地拿盡所有優惠呢 就是這樣 譬如 優惠上你現在是做很多的 是 是 近期有些什麼 其實我們 北上廣 整個大中華區 我們簡直有些 好像銷售隊那樣的人 周圍去找一些 咖啡店 餐廳 或者是精品店 就跟他們說 叫他們加入街旁這個平台 其實他們加入的意思 其實就好像 他管理一個Facebook page 透過Facebook page 其實可以很簡單 自己設定一些 我們叫做簽導的驚喜 但完全有自己設定的 亦都給了什麼優惠 都是他自己去決定的 就是我們不會迫他去做什麼 但是他要不要付錢 不需要的 整件事 整件事不需要付錢 是的 那我們的目的 賺錢 下一集 下一集說 下一集說 我們拍開這個計劃物 所以你說想知道有什麼優惠 其實你普通的用戶 其實你打開手機 你可以去尖沙咀 其實我主要做尖沙咀 銅鑼灣 旺角比較熱區的地方 你打開APP 然後你去搜尋附近的位置 它就會告訴你 你附近有什麼優惠 譬如說你說尖沙咀 現在我們有九十幾個不同的商戶 提供的優惠 其實什麼都有的 折頭有 買了送給他有 什麼都有 你去打卡就會有 那些東西 但有沒有試過 整天都會發生的 就算你拿些優惠券 去給那些銀行員 他都不知道是什麼 神經病 是什麼 會撿回來一句 有沒有試過遇到 有這樣的申請 其實都會有的 不單止是香港 因為始終 那些銀行員 但我們就會追蹤得很快 那件事 立即打 有你的Hotline打上去 投訴 很穩定 那個阿姐明明說 買一送一魚帶一兩顆 現在只有半顆 即是你們可以檢查 那些銀行員 但有什麼個案子 那些客人真的打上來 即是有些朋友 其實他也不會真的打電話 但他可能會在微博那裡 差幾個字 而已 那些什麼 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即是你說是Chanel打完之後 Chanel說不讓你買一送一 那你當然 Chanel應該不會買一送一 Chanel應該不會買一送一 可不可以聊一下 我可以 我幫你 Chanel 好 我明天打給他 明天禮拜日 喔 是不是好 免費送你 送你 不是我有買的 買一送一而已 我有 你說已經買了 現在再送一 你買到手袋送到銀包也好 我也不是很貪心 OK Chanel應該不是很貪心 OK 拿到街上比較好 吃東西會方便一點 我覺得 但現在最優惠的一件事 你會覺得真的很划算 拿到最大的優惠 其實你說折頭的 或者送些什麼 其實很多都很划算 例如七折八折 或者送些什麼 但我們有些更好玩的地方 就是北京的酒吧 或者一些甜品店 他們給的那個優惠就不是折頭 是一種體驗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有些新推出的口味 身體的體驗 不是身體的體驗 是 這個是什麼 吃的體驗 OK 有些新的蛋糕 或者是新的咖啡 你是打了卡 你才優先去試吃 然後你可以給它評價 這些其實就不是給錢買得到的東西 有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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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就不是 即是它要做到一個地主的地位 才可以去拿到一個 什麼地主 地主其實就是 要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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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地點有一個地主 就是簽到次數最多 打卡次數最多 我狂簽自己家 地主一定是 但你每一個小時 你同一個地方只可以簽到一次 沒錯 所以如果你要狂簽都可以 不過你就要放一個鐘在那裡時間 是這樣 是這樣打 它就好像是那個地點的Superfans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地主的身份 所以很多商戶 都會自己精心設計 一些特別的東西給那個人 就不一定是幾折 即不需要特別是說幾折 但那個地主就簡直是那個地點 但你怎樣計算那個地點 即那個地點有多大呢 那個地主是負責那個地點 譬如你樓下的Starbucks 就只有一個地主 每一塊地點有一個地主 不是一個地點 好 那我打家在樓下的 我是陳氏 我是屈神線地主 但因為那個屈神線 如果沒有跟我們做一些活動 就沒有所謂 但譬如我們之前 跟Starbucks做一個活動 就是那個地主可能會 買一送一 或者買中送大 加大的 那個地主那時候就會很重要 我們就會做很多確認 究竟那個人是否真的打卡 好 即是要做地主 那不如下集教我們 剛才想知道的東西 絕對需要 那我們今天 想知道就下集 想知道一定要看我們下集 第二 為何我們會惹男女朋友 拜拜